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雪 第一千集 很好 难得你大方 今天你拿点银子出来 请建一 还有他的朋友吃顿好的 至于做衣裳的事情 你别担心了 人家夜前被说了 账会记在九王符上 怎么客气什么呀 凤九儿对上乔木的目光汉手道 啊 他 他真的这么说的 看着凤九儿 小樱桃低声问道 对啊 所以别客气 赶紧挑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木木的那一句 这是你应得的 凤九儿真的不想客气了 而且 九皇叔这么富有 他们与他同出同进一扇大门 确实不能失了他的身份 哼 既然九儿这么说 我就不客气了 哎 乔大小姐 赶快挑啊 懂不懂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免费的 怎么不要白不要 换作是其他人 小樱桃的脸皮也不会这么厚的 但说这话的人是叶罗刹 小樱桃恨不得用光他的银子 谁让他差点害死九儿呢 不过 叶罗刹那些人的钱 哪里是做几件衣裳便能用完的 我是真的不懂 以前都是我爹娘包办的 我怎么可能懂呢 听见乔木这没有什么毛病的话 凤九儿翻了翻白眼 行了行了 别磨磨唧唧了 看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咱们给你建议还不行啊 可以啊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行了赶紧挑吧 挑好了还要做呢 要是今晚之前做不出来 我们新年穿什么呀 小樱桃开始着急起来 对啊 我们新年穿什么呀 裁缝在叶罗刹面前保证过 一定会在今天将事情完成 凤九儿也不担心 一个师傅做不完五个 五个做不完十个 反正人家有信心 他还操心什么呀 我看看啊 看看喜欢哪款 再跟你们说 乔木开始认真地选起布料 哎 咱们还是先将自己喜欢的 先选出来 九王爷剑衣和木木的 都压厚一点吧 小樱桃提议道 反正他们的要求也不高 九儿 你觉得呢 凤九儿侧头看了一眼 点点头 嗯 可以 那先选咱们喜欢的 不过 剑衣要求不高 确实没毛病 木木也勉强好说 但要说九皇叔要求不高 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了 小樱桃 哪会想这么多 男子的衣裳 没什么不同 更何况 他们现在所说的三名男子 一向穿着布花梢 他潜意识里认为 他们要求不高了 很快 小樱桃给自己找了两匹布 也给乔木找了一匹 乔木另外找了一匹 店家说 可以做两身款式不同的 他觉得足够了 凤九儿反而没有急着 给自己找 而是先给剑衣找了好几匹 还有木木的 他也找了些 赵小小 毫不客气的 给自己找了几匹 剑衣他大哥一两款 便开始给自己的衣装 补充其他布料 也许是特别有吩咐下去 现在店里 除了凤九儿和他的人 剩下的 都是店老板的帮手 没有再多的客人了 但哪怕是这般 店员也忙得不可开交 店里 都是几个女子和店员的声音 热闹得很 好不容易 将剑衣和木木的衣装 确定下来 店老爷 带了好几个裁缝出来 有的裁缝 带着布料进去做衣裳 忙了一轮 反而到了自己 凤九儿 并没有花好太多的时间 还有他九皇叔的衣裳 他哪里有时间去浪费呀 小樱桃 你跟进一下 乔木 也帮忙看看 免得有什么纰漏 我要看看九皇叔的衣裳 该怎么搭配了 丢下一句话 凤九儿回过头 看着最昂贵的布料区 乔木与店员斟酌了两句 回头看着他 九王爷的 没什么好选的 他的衣裳不是黑便是灰 只要料子足够好便可 乔木说的是实话 凤九儿也知道 只是刚才 为自己准备衣裳的时候 他有了个新的主意 凤九儿 想给九皇叔准备一件 别出新材的衣裳 过新年 大家都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九皇叔也该有点改变了 想想心中的设计图 凤九儿指出了几匹布 店老板急急忙忙走了过去 在凤九儿所指的布料旁做记号 在布匹店里 前后折腾了整整一个时辰 对于女子来说 这时间转眼便过去了 行子周也不例外 她偶尔站着偶尔坐着 视线几乎没有 从小樱桃身上移开 只要小樱桃需要帮忙 她一定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她面前 赵玉生早就坐在一边 掏出一个书籍再翻阅 直接将店中的吵闹 屏除在外 一个时辰之后 楼上的二人被请了下来 众人一同离开了布匹店 店老爷和好几位店员 裁缝师傅都纷纷出来送行 牟强劲 九儿小姐 您慢行 衣裳我们一定会准时送到府上的 店老板笑意盈盈地挥了挥手 奉九儿点点头 转身推着剑衣往前 抬眸看了天空一眼 她搓了搓自己平平的小腹 大家听好了 今天乔大小姐请午膳 大家尽管挑个好地方 咱们吃一顿贵而不饱的 不饱 吃来又何用 剑衣微微勾唇 轻声说道 凤九儿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嘴角扬起了极许弧度 剑衣大侠 你是有所不知啊 生活好了 就不能只想着填饱肚子 明白了吗 别的不说 抱身赤肚燕窝什么的 今天我一定不能错过了 反正咱们乔大小姐 这些年也存了不少 吃一顿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回头看着乔木 凤九儿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哼 我无所谓 九王非要吃 肯定要吃最好的 不等凤九儿说话 乔木看着小樱桃 说道 小樱桃 你记住了 回去跟九王爷说说 我今日说过的话 说不定九王爷一高兴 给我点赏赐 这顿饭钱便回来了 诶 谁是你的九王妃啊 胡说八道 诶 九王爷就一个 你当然是九王爷的九王妃 怎么会是我的 乔木挑了挑眉 遵命 小樱桃也笑得愉悦 几个女人有说有笑 却不知 木木的气息 早就发生了变化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